记者张义晨宜兰报道,用相机看家乡,会是什么样子? 宜兰县苏澳镇南安国校今年获得旅美台包的捐款,校方用这笔善款开办摄影课程,摄影志工暑假陪同23名学生走入社区,用相机视角,为家乡写记录。 南安国校今年收到一笔旅美台包约1000美金捐款,捐款人鼓励校方举办暑期营队,丰富孩子们的视野,校方开办摄影课,邀请罗东社大带助相机履行做公益的摄影志工,陪伴校内23名高年级生走入社区,用相机拍出家乡面貌,摄影课程为期三天,从8月6日至8月8日,除了基本构图, 光影掌握等学科课程,23名学员还得走入南方澳社区,顶住烈日在渔港穿梭,寻找最美角度。 南安国小校长张志宏解释,摄影需要找对光线,构图,适合培养孩童的美学观念,若要取得好角度,则需要漫长的等待,正好可以让孩童静下心来,观察自己的家乡。 小朋友眼中的渔村,会是什么样子? 他笑说,一个地方就住后反而会麻痹,但静下心来,或蹲或坐或爬,用不同视野跟角度拍照,反而对南方澳有不同的感受。 张志宏说,今年摄影课程所学的构图,光影运用等技巧,不仅是为家乡记录,所学也会运用在微电影拍摄。 另外,孩子拍下的作品,也会映制成摄影专辑,做成学校,社区的文创品。 美人还会有一本专属的2019年年力,为家乡,自己做纪念。